因为未来我们上课的部分 需要的资源通通在这里 那包含就是第一个 范例档案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帮我做一件事 先帮我把范例档先下载 那云端的下载方式 可能有他们同学应该是 至少都有用过 不过特别注意下载的方法 请你点选它之后 这边有一个 不要再问我说老师为什么里面是乱吗 请你不要点这边 你就点上面这边有个下载就好了 你不用点进去 直接上面有个箭头 你直接下载它 所以就是直接到这边点击它 上面有个下载 请你把范例档下载下来 这个时候范例档就下载到下方 记得还有一点 使用了浏览器 请各位用Google浏览器 以后不要用IE浏览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不同家公司 一家是微软 一家是Google 他们是敌对阵营 彼此是互相不 就是在竞争 所以基本上你不要用IE浏览器 如果IE浏览器可能会产生不相容的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 Google浏览器应该知道吧 Chrome OK 然后把它下载之后 在下方会有一个 要不就是把它开启 不过我是建议你可以选这个 在资料夹中显示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范例档 那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因为我们这边有装那个RAR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选择那个解压缩 我这边是解压缩到 那我把它按右键 这边会出现那个解压缩 我把它解压缩到 这个时候 反正就把它解出来就对了 解出来之后 因为这边 解出来之后有个范例档 那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按照顺序嘛 那未来 因为我们课程里面 会从函数到VBA 那函数到底有多少个 OK 以色谣里面有哪些函数 那我把它大概分类 从以下的五种 这边有五种 有没有 一到五 主要的这些函数 那函数里面的话 每一个函数 我会先从文字与资料函数开始 一直到检视与参照函数 OK 那函数呢 如何再进化到那个 就是说呢 我们的那个VBA 所以我们会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来看 那我主要还是以实际的范例 比如说这个范例 遇到问题 该怎么解决啦 OK 实际上 当然 我会先跟你们讲说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再告诉你为什么 而不是说告诉你为什么 可能还是不太清楚 什么是VBA 跟你讲一些简报内容 可是你还是不会做 那我会先做给大家看 针对实际上的问题 解决了之后 那为什么会这样解决的原因 我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理论部分的话 也许就是在做完之后呢 会跟各位做一个细部的说明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包含就是会有这些范例 文字与资料 但里面不是每一个都会讲到啦 有些可能有一部分的话呢 会当成各位的客户练习题 那所以等一下 请各位先开启这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 第一个 01这一个 那把它开起来之后 里面 大家看一下 你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是之前在 某电信公司 他们的内部的 这个主管的训练 课程 那其实就是 这个第一个需求很简单 假如说呢 他希望呢 在手机 手机这个栏位 他希望做什么呢 把后面这三个呢 变成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三个里面 大概包含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他有所谓的电信业者 区码 末码 实际上就是这个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呢 把这边前面加个09 11 加一个minus 减的符号 然后如果说 他是两码 就补一个0 084 再一个减的符号 007 把这个结果写到这边来 当然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个 你就把它完成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这边有提到 有关 那个时候呢 那一家电信公司的资讯主管 他就说 我们会需要这个 但是他也提了一个需求 他说 那我们平常做法都是用 REPT 加LEN这个函数 并且要用串接符号的方法 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你这个时候呢 该怎么做 所以前面有REPT的范例 跟LEN的范例 还有其他文字相关的范例 也许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怎么做 大概可能几个方向 第一个 如何用现有的函数来做 REPT加LEN 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用的是其他函数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OK 你可以想想看 在插入函数里面 文字的函数里面 有没有办法 那再来 你想说 老师那这些方法 好像都很花时间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最好是可以在旁边 多一个按钮 对不对 我按下它 自动就全部完成了 这样最好了 可是 这个就属于VBA的范畴了 OK VBA哦 VBA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另外呢 还有可能性就是说 那我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这文字的函数里面 好像没有针对我的工作 需求 所产生的函数 老师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函数啦 大部分都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 把它变出来 把没有变成有 OK 如果要把没有变成有 这个时候 也是需要用VBA OK 那也就是说VBA 它可能有几种形式 至少会有两种 一种什么 按钮 一种是 自动帮你在没有的函数里面 产生函数 这个就是所谓的 制定函数 OK 至少会有两种 这个是VBA里面的 最基本的两个步骤 OK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大家了解一下 范例部分 那范例放的位置 记得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放在 goo.gl的这个位置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 讲义 讲义在这里 反正我上课的 相关的讲义 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把它下载 因为这个没有 把它显示 这边可以把它下载 那里面的话 当然也有 我是把之前上课的内容 把它稍微做个整理 做成讲义 也许各位可以参考 或者如果你有需要 你自己再把它列印下来 这个讲义部分 我把它放这里 那其他还有像上课的参考用书 可能有几本 我觉得最新的 比较有帮助的 把它放在这边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还有就是我们上课未来 会用到的 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做的 如果将来你要看答案的话 其实这边都有了 只是说呢 我是把它放 建议各位可以再把它 就是说 因为它开起来之后 它会是这样的画面 有时候在复制公式 很容易复制到一些 不该复制的 所以建议 这边有个三点 把它在新视窗中开启 可能未来也许 你可能要多做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将来你在复制里面的 尤其像城市的地方 那未来 如果说有些地方 假如说有些同学 蛮担心说城市写不出来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如果要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执行完的话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 门号的城市 跟清除城市 答案就在这里 还有就是制定函数在这里 那未来 如果说你要复制 假设因为你城市 也许没办法一下马上都打出来的话 这边有可以参考的 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未来你不用担心说你城市会打不出来 没关系 至少你 城市不会打没关系 至少你会复制贴上 你就可以了 第一阶段 那未来 那不是说你只是要复制贴上 记得就是 复制贴上完 自己再重打过一遍 OK 那至少因为我是担心各位 尤其像打城市一定会犯错 而且一次要能够做对不太容易 所以我把城市放在这边 所以刚刚讲到的云端的相关资源 OK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 所以画面等一下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就先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先去下载那个范例的档案 然后稍微了解一下 也许如果你需要讲义的话 你可以把讲义下载下来看一下